好難啊 再一次 這部機器的難度好像真的對我 令我太大了 為什麼它會浴在裡面? 老師, 為什麼會這樣? 你是不是玩我們? 小時候看頭部, 我已經很想成為一名飛機師 像Tom Cruise那樣, 奧場天際 是, 沒想到今天終於有人發掘我這方面的潛能 聽說今天有人教我開飛機 是你們兩個嗎? 是, 就是我們兩個約你今天來試飛 但是開飛機不是飛機場嗎? 為什麼來這裡荒山夜靚? 還有我的飛機在哪裡? 來了 我今天不是來拍Hop Gun嗎? Hop Gun? 先別說了, 出產已經來了 我們快點過去吧 我們今天為大家準備了三部電腦 首先, 我們要學會甚麼叫基本的飛行原理 飛機的操控是靠這兩支角力動作 分別這支角力控制, 機器會上升 周遊會掉下來 我們今天會學會怎樣操控 是, Sir, 靠你了 好 我本身就覺得它好像 可能跟普通的航拍機一樣 但是當我接觸了之後 我發現其實它們也有些不同的 例如說它的樣子和它的用法 和速度都有很大的分別 而我在碟觸之前 就覺得它是一個遊戲 但剛剛聽Tilter說完之後 我才發現它原來在其他國家 是真的有些實際用途 例如它送外賣、去混賣 我覺得是先放膽試了 因為真的會很害怕 即是一上手的時候 我覺得今天他們會比我更厲害 左手有門 對, 一開始不需要急著要穿龍門 慢慢繞一下 轉左、轉右, 縮閘一下 我成功 不錯… 你是我今天見過飛得最好的 這麼快? 對 今天也是看到你們這幾個 開飛機不像開車 它是行三圍空間的操控 所以一開始我們會比較難掌握 對, 這樣會不會整個人 轉來轉去 通常不只是轉來轉去 你會看到有人玩玩玩 整個人不知去了哪個 是爬在地上 即是那些這樣 你們現在在飛的模擬器系統 是我們叫做踩單車加輔助 其實是一個輔助模式 真正玩穿越機其實不是這樣的 我們不如按M鍵幫你解鎖 完全不同 之前在飛的那些 你只是覺得自己好像在搶艇 是的 你現在就好像在搶戰技 我準備爆炸它 沒事的 沒事的 這是一個提醒來的 即是你做得非常好 只要繼續努力就可以了 很好的老師 很有苦力性 我現在很想學習 不是的, 我覺得你們飛得非常好 太棒了 無緣無故連3START都被你解鎖了 Sir, 我覺得我們不要混在這裡了 我們不如出去實飛, 好嗎? 你覺得你已經如何? 可以, 你來我可以嗎? 可以 好, 放下遙控器 我們去接受新人流的調整 好的 好 好, 放下遙控器 出來外面 我們終於可以實際去駕駛真飛機了 今天你看到我們的左邊 就是我們飛行的考試場所 你今天會飛的 就是這架無人機足球 好, 有信心嗎? 有 我準備降落 為什麼他不跳? 太高收油了 太高就是收油了 好難 一下手, 原來跟你想像中很大出入 以為推了很多, 但原來是不夠的 每個人拿的機器都不同 都有自己的速度 所以要自己慢慢調整 糟了… 嘴唇 嘴唇 這個就是合作性 很害怕 發生什麼事… 情況下, 現在我們三部機器都掉了 但我們找了兩部 現在只剩下影同那部, 不知道去了哪裡 難怪他說這個運動需要團隊性 大家也要一起幫忙找那部機器才能進行 什麼? 才能進行 下一步了, 沒浪費時間找的 好, 一步, 完成 通常不找就會出來的 我會出來的 我知道 老師, 為何會去到那邊 我沒可能剛才脫位在這裡 為何會躲在裡面 好, 慢慢向前推 往前推, 繼續 手不要離開, 從頭到尾 繼續向前, 往前, 往前 你沒有向前 往前, 往前, 為什麼? 向前推, 但那部無人機好像向後走 很難控制, 令它回我想要的方向 老師, 為何會這樣? 你是不是耍我們嗎? 絕對不是 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做到 之前模擬器 是說一些比較慢的機器 讓它慢慢上手 到了飛鎮機的時候 他們都很放膽去試 他們剛開始接觸來說 已經做得非常好 可以了 好, 向右 對 可以了 我怎樣了 你們願意接受下一個挑戰嗎? 願意 接著下去要蒙眼 真的嗎? 當然了 待會你們要戴FV眼鏡 戴著眼鏡就靠KM來看 可以, 當然可以了 沒問題, 我們待會去下一個環節 可以 好 終於來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挑戰了 今天作為一個團隊 你們有不同的職責要做 有兩個人會戴著眼鏡 一個人幫手上看著機器 剛才買一部機飛得太遠 你就要看一看它 墻前面有三個圓圈 你知道隨意穿過其中一個圓圈 回來前面這個紅色的降落線 就為之勝出 你們誰做第一個FV秀呢? 怎麼收到這麼快 還打算叫你… 剛才你不要投進去玩 我還打算讓你試試 現在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的 還是可以, 還是不可以的 機器手準備好了嗎? 請三、四、二 開始 風很大… 多一點吧, 你會有的 有… 不錯, 可以 遲一點… 反過… 現在我的頭都… 我關在下面了 對, 她已經在上面了 好, 大家下來 翻了機器 她只差勝利, 只差那一步 你是不是開始掌握到什麼 開始了, 現在很享受樂趣 你開始玩樂趣了嗎? 太棒了 現在穿得很容易地跟著我 好, 預備, 3、2、1, 開始 左邊… 左邊 慢慢下 你做得非常好 後尾枕 剛才我感覺到人家比剃頭 真的… 在這個位置都感覺到 這部機器的難度 好像真的對我來說太大了 開始 拍制, 起飛 不錯… 過到了… 過到了 過到了 慢慢來, 回到100% 對, 回到最正面 好, 慢慢… 差一點… 差一點… 緊了 到了 剛才好像出了馬路 起飛機 起不了 起不了 那V.O, 走機了 我來… 我來 攀山攝水 應該是這裡 整件事挺有動感 是不是 有… 可以關機… 我知道你在哪裡 我找到了 好對話 很多人會覺得駕駛模人機 是自己一件事 其實很多時候商業拍攝的時候 汪汪不是你自己一個 我們是要跟團體合作 有一個良好的溝通的意識 比較重要 請舉手示意 向前… 多點右… 轉右一點… 對… 我的神態整件事似了 現在太高… 轉右邊… 差點… 沒事 慢慢… 很近… 今天大家的挑戰是… 成功… 成功… 給自己掌聲 厲害 厲害 加哥哥厲害 是你們怎樣 今天不僅學了無人機操作的技巧 更加學到的是一種態度 好像一開始覺得看死自己是做不好的 即是從模擬開始已經覺得自己不夠影銅勁 但最後都可以成功到 所以我覺得 可能… 這個就是一種嘗試之後得到的成果 作為學生可能對自己的… 將來可能沒有太大的一個想法 都是要逐步逐步去試不同的東西 才可以慢慢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很欣賞Sky 香港是沒有太多人推動這個無人機的工作 我記得剛開始接觸無人機的時候 其實上網找了很多資料 但我是找不到這方面的資訊 當然因為自己去找 往往會有很多失敗的經驗 但慢慢因為我們多了這方面的經驗 我們遇到一些叫做同路人 那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協會 現在它就開始真是一個規模化 然後可以去考牌 然後再推廣給多些不同的人 它是有一個很遠大的目標 那麼我覺得 既然我們學會了這個東西 為什麼不把我們有用的知識 把它分享給其他人呢 一直覺得 當你的興趣成為你的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有壓力在這裡 你就不會當作興趣 今天Sky 的一個例子 就告訴我 其實原來他們兩個 是真的可以合在一起 而且是真的會做得開心的